新闻早报 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省气象部门预计 今天白天到夜间 全省多云 通跨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白山长门山保护区部分地方 有阵雨或雷阵雨 今天省内各主要城市和地区的最高温 在26度到31度之间 长春多云最高温30度 最低温18度 好 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新闻早报 新闻早知道 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 7月9号零时至24时 全国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例 均为境外输入病例 山西1例 内蒙古1例 辽宁1例 上海1例 当日无新增死亡病例 新增疑似病例3例 均为上海的境外输入病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例 都是境外输入病例 在昨天下午召开的 国务院联凤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通报 为防范新冠肺炎疫情 通过进口冷链食品传入 全国海关抽样检测 进口冷链食品样本 22万7934个 7月3号 大连海关和厦门海关 分别从厄瓜多尔注册的三家企业 生产的洞南美白虾的外包装样本中 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 专家研判认为 检出结果不代表具有传染性 但反映出相关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落实不到位 海关总署决定 自即日起暂停厄瓜多尔三家企业 在华注册资格 暂停上述三家企业产品的进口 对暂扣的货物 采取退货销毁等处理措施 我们继续来关注防汛抗洪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于昨天下午升级发布 颇阳湖湖口附近江段 颇阳湖湖区洪水红色预警 同时继续发布长江中下游干流 成陵基至汉口江段 大通以下江段 洞庭湖湖区水洋江洪水 成色预警 鉴于当前长江洪水防御的严峻形势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决定 于昨天下午将长江水汉灾害防御 三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 最近连日的暴雨导致江西湖北 多处堤坝出现溃口 江西鄱阳县两处溃坝超过120米 湖北京竹河也出现了40米溃口 江西渤阳县问贵岛为低 被大量洪水冲破 漫入农庄 堤坝溃口超过了120米 原本丰收的季节 现在农田却都被淹了 所幸九千余名村民 已经被转移到安全位置 洪水侵袭之下 一栋三层小洋楼五秒内 被冲毁吞噬 江西九江 以中学500名学生被困 水深达到人腰部 整个操场被洪水淹没 救援队利用橡皮艇转移 被困学生 利用绳索固定校门口 马步两边的电线杆 大家一边推着橡皮艇 一边扶着绳索前进 经过近五个小时的救援 学校学生被全部安全转移 福建上午多处积水内浪 富屯溪河道水位迅速上涨 车辆被淹 房屋进水 群众被困 富屯溪街边 一艘画坊被洪水冲走 撞上桥墩 瞬间散见 据当地消防员介绍 画坊被冲走时 船上有一人 无生命危险 湖北黄梅县 一条父亲游泳 背女儿复考视频刷屏 经了解 被人者并不是女孩的父亲 而是当地场馆队员 女孩家小区被烟 无法赶考 我就问那个女生 我说小女孩 我就问她 我说你怕不怕 你相信我 如果你相信我 我就背着你 我说我背着你游过去 当兵12年 海军舰艇兵 这种小困难 是毫不犹豫地会克服 因为我是没有经历过高考 所以说我能够为她 铺航 我感觉很光荣 我真的是很感谢她 我觉得一生的恩情 很谢谢她们 经教育部同意 9号安徽社县启用备用试卷 对之前没能正常高考的 2000多名考生进行补考 考试结束之后 考场外发生了令人感动的一幕 9号下午5点 在安徽社县第二中学考点 最后一门数学科目考试结束 随着考生们陆续走出考点 当地2000多名考生的补考顺利结束 不少考生走出校门 并没有急着离开 而是对几天来 一直在门口为他们站岗 以及保驾护航的武警官兵 公安干警 还有考误人员们鞠躬致谢 而在场的武警官兵们也以军力回泄 你们辛苦了 去了解 7号因暴雨导致高考延期后 会确保学生后续的考试顺利进行 当地连夜组织民兵 在通往两个考点的路上 突击搭建了两座应急交通浮桥 在8号9号两天 所有设考工作人员 早上6点30分全部到岗到位 确保考试能顺利进行 交通 供电 通信等部门 也是全部到岗 为考试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全线2000多名考生 没有一人因为恶力天气缺席高考 这一年对于2020届高考生来说注定难忘 再加上网课复课又中断 延期高考又伴随着各种洪涝灾害等不利因素 可即便这样你们没有灰心丧气 反而更多地感受到了 人们彼此之间的善意与温暖 这也让这个特殊的高考季显得愈加难忘 谢谢你辛苦的守护者 加油乘风破浪的少年 愿你们心似骄扬 眼中有光芒 愿你们披荆斩棘 无人能挡 愿你们未来可期 征途坦荡 新闻早报 热点早知道 来关注长春气博会 昨天上午第17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 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一起动 作为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 国内首个举办的A级车展 本届长春气博会吸引了国内国际主流汽车品牌 约150个 线上线下参展车辆规模超1400台 规模创历届之最 随着本届长春气博会的隆重开幕 一些新技术新产品和新车型也随之亮相 那么各家汽车品牌在此次气博会上 到底哪些看点和亮点呢 下面就让我带你一起去看一看 在展会现场 中国一汽旗下的各大汽车品牌 以联合包管方式盛装参展 奔驰 宝马 沃尔沃 捷豹路虎 凯迪拉克等知名汽车品牌 也分别以品牌包管和特装展台方式集中亮相 本次气博会呢我们一共带来了是六款主力车型 主要上市两款新车型 第一个是我们红旗H9车型首次亮相 还有我们全新的H5车型也是全新的设计 这次我们的车型给的优惠力度也非常大 从3000元到12000元不等的优惠 我们今年制定的目标也是比去年高的 比去年是提高了10%的目标 我们还是对自己充满信心的 以A级展的形式 就是我们全国最高的硬件配置和我们的软件配置 目的就是为了品牌宣传 对于我们的产品 希望我们客户能通过车展的平台 近距离的接触体验 也希望通过这样一次车展 能让我们重新回归我们平时的生活 也希望这次车展能够服务好广大的用户 本届长春气博会 以长春气博畅想新生活为主题 采用主会厂加分会厂加线上展厅的半展模式 充分融入高科技新媒体 通过现场展示无人驾驶 智能5G AI VR等最新前沿汽车技术 在百姓看车购车的同时 还带给大家沉浸式的交互体验 因为第一次参加感觉挺好的 看有什么新款啊什么的 了解一下这个信息 看到很多新的车 然后也能看到很多贴实用一点的车 比如说像SUV 还有一些空间稍稍大一些的 然后性大比高一点的这样的车型 与往界不同的是 此次气博会还组织了百余名网红 在现场进行网络直播 给线上观众同样的参与和体验 据了解 此次展会为期10天 将一直延续到本月19号 期间 长城国际汽车文化节 继红旗嘉年华活动 也将同期举行 展会第一天 除了各品牌车辆 集体亮相 同时也有很多新车首发 其中 一汽奔腾全新打造的概念车 经验亮相 成为了本届汽博会 最为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本届汽博会的9号展馆 在我身后 一汽奔腾展位 在本届汽博会上全新推出的概念车型 必并方 康塞夫特的炫彩亮相 经典欢心 为你进阶 我们在几年前 以光影哲学为理念 打造第三阶段一个产品 那么今年呢 我们把第三阶段产品 进行一个磨合 那么以性感曲面 为这个设计预言和理念呢 进行全新一个打造 未来的奔腾品牌 将面与光的理念 融入到了产品的设计当中 让产品成为了一道霞光 无论是在室外 还是在停车场内 车辆的颜色 与光的配合 将与众不同 同时在此款概念车内 采用的是绿色为主色调 清新脱俗 让家庭的舒适感 成为车子的一部分 据其未来一汽奔腾 将坚持光影哲学的设计理念 投入到更多的产品当中 让奔腾汽车 成为汽车产业中的一道魅影 第17届长春汽博会 是疫情防控 常态化下 东北会展的首秀 所以防疫工作也十分重要 我们进入会场前 一定要配合好 安保人员的检查 第17届 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 从7月10号到19号 为期10天 那记者现在的位置呢 就是我们本次汽博会的 一个出入口 在这儿呢 要特别提醒我们 广大的市民朋友 在入口处一定要提前准备好吉祥马 进入到我们的安检处之后呢 还会有一个摘下口罩 人脸识别的环节 那么特别要提醒大家的 就是有吸烟习惯的市民朋友 主动上交我们的打火机 同时呢 禁止携带 毅然一爆无品 要打火机吗 打火机不要带 谢谢配合 那在这里呢 也提醒来参观 本次汽博会的市民朋友 一定要配合我们的工作人员 进行每一个环节的安检工作 同时来到我们的展厅当中啊 也会有一个人流的控制 那我们的每一位参展商 对自己的参展车辆呢 也会进行分时段的进行消杀工作 每天8点半到展场之后啊 会全方位的进行一次消杀 然后呢 因为现在客户量比较大 每接待一批客户之后啊 我们会隔15分钟之后 进行整车的一个消毒杀菌啊 然后呢 所有全程接待的销售人员 会佩戴口罩 然后呢 每天的话呢 我们也会分为早中晚三次 来测量那个体温 全方位的保护 所有客户的一个安全 来看新闻现场 高速上行车车速都比较坏 正常往前行驶 都得非常小心 可近日在重庆 有司机在高速上 玩起了花式倒车 让过往的车辆心惊胆战 监控画面显示 近日在G65包茂高速 蓝川立交 一辆白色小车在行车道上 一直往后倒车 歪歪扭扭 左移移右移移 正常行驶的车辆都避而远之 本以为小车在应急车道 就会停下 可接下来危险动作又开始了 这辆原本已经停止 在应急车道的小车 又跨过了行车道 继续往超车道道车 撞击了原本已经停在 超车道的另一辆小车 驾驶员仍往后倒车 让后方来车是猝不及防 据事后了解驾驶员王某 当时错过了分道口 所以才倒车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 王某负事故全部责任 面临罚款及继12分的行政处罚 胆大的还有这一桩 近日 广西桂港市交警支队 夏天一到 很多人都愿意约上 三五好友和杯冰镇啤酒 所以饭店在旺季 都会储备上一些 销量快的酒水饮料 可有时候 经营者一旦进货过多 就要承担酒水过期的风险 近日 延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就查扣了一批问题啤酒 今年六月初 延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延西分局接到举报 反映延吉市某小区的 一酒类批发部经营的啤酒 存在平身及香外包装 故意涂抹的行为 接到举报后 执法人员立即赶到现场 经检查发现 该库房内存有的 236箱哈尔滨啤酒 存在外包装涂抹的情况 对这个啤酒恶意涂抹边 研瓦会对消费者造成 无法确定啤酒的保质期 和生产日期 无法对这个啤酒进行溯源 无法了解这个啤酒相应的信息 记者了解到 啤酒的正常保质期为六个月 查处的这批啤酒 生产日期为 2019年12月23号 截止到2020年6月23号 就已经超过了保质期限 经营者为了减少损失 将瓶身进行涂抹 7月8号下午 执法部门将没收的236箱啤酒 分为干湿两部 逐级销毁 据执法人员介绍 由于酒类的特殊属性 处理液体需要利用专业设备 进行环保处理 液体处理完毕后 酒瓶也被送至物资回收中心 集中销毁 针对涂抹瓶身的行为 研究室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啤酒的经营者 做出了罚款3万元的处理决定 食品安全关乎生命 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很多人不喜欢浪费 剩菜剩饭尽量都会吃掉 像我们要说的姚先生 就属于勤俭节约的典型代表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 因为吃剩菜剩饭 把自己吃进了ICU 在ICU与病症抗争了11天的姚先生 经过医生治疗 终于在几天前转入了普通病房 是很意外 因为我很想我也注意医生 但是那天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搞成那样 原来34岁的姚先生是名保安员 平时自个儿租住在公司附近 为了省钱 他一直坚持每天只做一顿饭 炒一个菜 管购中午和晚上 事发那天早上 他炒了个葫芦不思 却不料在晚上吃剩菜剩饭后 出现恶心呕吐 姚先生立即坐车到龙华区中心医院就诊 医生发现 他不仅出现严重的急性肝功能衰起 还同时有肾功能衰起 情况非常紧急 不节的饮食或者是生冷的饮食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诱因 诱发了肝功能的进一步损害的加重 其实他真正的原因是一个活动性肝炎 他自己也没有发现 在这个基础上 不节的饮食加重了肝脏的损害 诱发了一个急性的肝衰起 医生介绍 急性肝衰起随时可能危及生命 死亡率达到百分之八十 姚先生在住院期间病情迟迟不见缓解 并出现明显气促乏力症状 他们只好联系深圳市三院的专家前来会诊 多器官衰竭的姚先生 最终被推进ICU进行下一步治疗 经过救治 姚先生终于转出了重症加强护理病房 医生表示 虽然剩菜剩饭是诱因 但每年因食用剩菜剩饭 导致食物中毒入院的人也不少 如果可以建议大家尽量少食用剩菜剩饭 而肝脏有基础疾病的患者 尤其需要注意 近日 普尔市井谷县的一位村民 在水湖边钓鱼时发现了一只怪鸟 经鉴定这是极度宾威物种 细嘴物旧 这也是云南省首次发现的这一物种 眼前这只头部呈黑色 羽毛棕褐色的大鸟 就是村民发现的怪鸟 7月4号 井谷县一村民在一个水库边钓鱼时 发现了它 因为从未见过这种动物 赶紧向井谷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报了警 在对它进行饲养照料的同时 井谷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 请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专家 对其身份进行了鉴定 最终确认这是一只细嘴物旧 而这是首次在云南省发现这一物种 据了解 细嘴物旧主要分布在孟加拉 柬埔寨 印度缅甸等地 此前在国内仅记录于西藏东南部 这一物种在全世界种群数量 约1000至2499只 2017年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宾威物种红色名录极威物种 国际方面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恶化 而美国联邦政府仍在强推重新开访学校 施压各州并公开批评美国疾控中心 关于重新开访学校的指导方针 对此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 9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 不会修改相关的指导方针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这份开学复课指南的内容 主要包括建议学校谨慎开学 入药复课 学校应该合理规划社交距离 在必要情况下安装物理隔离设备 加强校内通风消毒措施 食堂不提供餐食等 特朗普批评这份指南 要求严苛耗费成本巨大 要求做出修改 他还威胁称 如果中小学不在今年秋季开学 就有可能切断对所有学校的资金支持 美国副总统彭斯随后称 CDC将会推出新版复课指南 雷德菲尔德9号在美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 对彭斯的话予以否认 他说CDC发布这份指南 不是为了让学校继续停课 该机构不会修改原来的版本 只是会发布相关参考文件 以帮助学校复课 他表示 CDC正在与地方教育部门合作 将开学复课指南的内容 与各地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安全并切实可行的 帮助学校重新开学 美国媒体报道称 当美国以平均日增5万多的恐怖速度 跨过新冠肺炎 累计确诊病例300万关口时 特朗普却不关心复课 将产生的安全健康问题 也不支持许多地方机构 提出的折中方案 他极力推动开学 无关教育 只关乎选情 据美国国会山报 9号报道 一向7月3号至4号开展的民调显示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支持率 领先特朗普4个百分点 而根据福克斯新闻 6月下旬的调查 特朗普落后拜登12个百分点 当地时间8号晚 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反种族抗议活动持续 期间有一辆车驶入抗议人群并开枪 根据一段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 当地时间8号晚 在波特兰市举行的反种族歧视抗议期间 一辆车在经过抗议区域时突然向人群开枪 索性未造成人员伤亡 有目击者称 这辆车驶入抗议人群中 对现场的抗议者造成威胁 一些抗议者要求车辆离开现场 随后在车辆驶出人群的过程中 车里有人向车外开了竖枪 目前警方尚未公布调查结果 非洲一男子乔治佛罗伊德 5月在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过程中死亡 在美国引发反种族歧视 和警察暴力执法的抗议示威浪潮 此轮反种族歧视抗议浪潮 在美国民众中引发对立情绪 示威人群多次遭汽车冲撞 4号凌晨 一名男子驾车驶入华盛顿州西雅图市 一条高速公路 并冲撞正在举行抗议活动的人群 导致一人死亡 一人重伤 在美国种族主义并不仅仅针对非裔 包括亚裔拉丁裔等少数族裔 也频频被选入其中 前两天一个美国亚裔家庭 在加州的一家餐馆去餐时 无缘无故遭到临桌白人男子的辱骂 随后服务员要求该男子离开餐馆 乔丹随后开始用手机录像 要求他重复刚刚说过的话 这名男子则向他们做了侮辱性的动作 遭到辱骂的乔丹 把这段视频上传出了 传到网络后受到广泛关注 有网友发现视频中的白人男子 名叫迈克尔·洛夫特豪斯 2010年从英国移民美国 目前是硅谷一家小型科技公司的总裁 事件发酵后 他很快停用了自己的多个社交媒体账号 并在8日发表道歉声明 暗示自己当时喝了酒 情绪失控 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歉意 但乔丹一家对此并不认可 乔丹的叔叔认为 他做了什么 比他在道歉心中说了什么 更具说服力 有网友评论称 如果你一生气 就想发表种族主义观点的话 只能说明 你本来就是个种族主义者 当地时间 昨天下午 韩国首尔高等法院 就前总统朴景慧所设亲信干政案 以及收受国家情报院贿赂案 做出二审重审宣判 判处朴景慧 为二十年刑期 相较朴景慧此前 获刑三十年 减刑十年 判决还宣布 除以罚金一百八十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一点零五亿元 此外追缴三十五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两千万元 当天朴景慧本人没有出庭 自二零一七年十月以后 朴景慧对法院庭审持抵制态度 一直拒绝出庭 韩国警方确认 十号零时左右 在首尔北越山一带 发现了九号失踪的 首尔市长朴元纯的遗体 韩国警方时日说 在遗体发现的建厂 还找到了疑似 她的背包 水平 手机 她本人的名片和书写工具 据韩媒报道 首尔市长朴元纯的女儿 于九日十七时 十七分报警 称父亲四五个小时前 留下类似遗言的信息出门 而后手机关机 失去联系 据首尔市政府工作人员透露 朴元纯九日一整天未上班 且一直处于失联状态 按照原计划 朴元纯将于九日下午 在市长办公室 会见总统直属 国家均衡发展委员会会长 但他在八日取消了会见 九日上午 首尔市方面向记者群发短信告知 市长荡日的工作行程 因故取消 韩媒曝光了朴元纯死亡前 进入沃龙公园最后的监控画面 视频显示 朴元纯失踪荡日 时时五十三分左右抵达位于 城北区的沃龙公园 当时他头戴深蓝色帽子 身穿深色外套和黑色裤子 背着黑色背包 接到报警后 警方和消防部门进行搜寻 在接案七小时后 发现朴元纯的遗体 一次朴元纯的遗书上写道 向所有人说声抱歉 感谢在我生命中 与我同行的所有人 一直我都感到对不起我的家人 我只给你们带来痛苦 请将我火化后葬于父母的墓地 韩国警方表示 朴元纯没有他杀嫌疑 遗体将不进行尸检 直接交给家属 韩国媒体称 目前尚不知朴元纯死亡的真实原因 但就在朴元纯失踪前一天 他的前秘书到警局指控他 涉嫌性骚扰 韩国国民日报援引一名证件人士的话称 朴元纯知道自己被起诉后 曾向友人诉苦说 自己太冤了 遭到彻底的背叛 据韩联社报道 朴元纯10日被发现身亡后 其涉嫌性骚扰案调查已经结束 按照韩国法律 案件随当事人死亡自动终止 目前朴元纯遗体停放在首尔大学医院 首尔行政第一副市长徐政协 7月10日起任戴市长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日本九州地区近日连续遭遇强降雨天气 截至目前已造成65人死亡 一人心肺功能停止 这场暴雨自7月3号开始 导致球末川 驻后川和大分船等多条河流泛滥 多地出现山体塌方和大面积积水等灾情 九州地区雄本县受灾情况最为严重 死亡人数已升至59人 8号晚因受到暴雨侵袭 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的一处水坝发生坍塌 在距离莫斯科以西100公里的鲁扎市 当地有三栋房屋被冲走 29栋房屋被水淹没 同时整个莫斯科地区有52名房屋受损的居民 被重新安置 目前没有出现人员伤亡的情况 9号下午 希腊中南部城市克林斯附近发生山林大火 当地消防部门出动80多名消防员 两架飞机和一架直升机灭火 不过由于当天风力强劲 山火迅速蔓延灭火受阻 当地政府表示山火发生时 附近有约400名学生正在当地参加暑期下令营活动 出于安全考虑所有学生都已被转移至安全地点 9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的未来五年全球气温预测评估 2020至2024年五年间 预计全球气温每年都有可能比工业化潜水平升高至少一摄氏度 北极的升温幅度可能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 高纬度地区和西非地区降雨量或增加 南美洲北部和东部地区可能更为干旱 受北大西洋北部西风影响 西欧出现暴风雨天气的几率大大增加 最后一代当地区选择 都core?. 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把手 最后的风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之心 逃着敌人的逃脱 前进 逃着敌人的逃脱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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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 来看有关出行方面的消息 最近因为长春市轨道交通7号线的建设 不少沿线的公交站需要进行位置上的调整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月10号长春市交通运输局表示 为配合长春市轨道交通7号线项目建设需要 决定对南湖大陆 自由大陆 东环城路 部分公交站点位置和停靠公交线路进行临时调整 总体来看这些站点调整后 大多数仅为位置上的平移 我们现在来到的位置是位于南湖大陆上的工农广场公交站 那么这一站也是此次迁移的站点之一 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个公交站牌上 已经明确的贴出了长春市交通运输局 此前公布的这个迁移的具体信息 那么这次迁移在这一站也涉及到了120路 154路和270路 那么这一站由于这个地理位置的实际情况 也是此次迁移当中距离相对比较远的一站 那么要距离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 向东迁移100多米 在这次迁移施工当中 要将我所在的这处公交站全部临时拆除 那么具体的恢复时间 还要看地铁7号线的实际施工情况 接下来看全国天气 中央气象台一季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仍有强降雨天气 降雨带位置变化较大 自7月4号以来 五国西南地区东部至长江中下游一带 频繁遭遇强降雨侵袭 其中江西吉安和辅州 福建南平等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江西吉安等七个国家气象观测站 日雨量突破历史极值 十一个国家气象观测站突破7月极值 中央气象台预计 未来三天强降雨仍不停歇 但逐雨带位置将有变化 从10号夜间开始呢 随着这个强降雨带有一个向北的移动 那么主要的落区呢 将会出现在长江中下游 沿江及一北的地方 具体来讲的话 像11到12号 主要是从贵州的北部 四川盆地的东部 一直往东向湖北 河南的中南部 安徽南部 苏晚的大湖 这些地区呢 将会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量级的 这样一个降水 同时山洪地质灾害 以及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 也在继续生效中 省内天气方面 省气象台预计 今天白天到夜间 全省多云 通跨南部有震雨或雷震雨 白山长门山保护区部分地方 有震雨或雷震雨 今天省内各主要城市和地区的 最高温在26度到31度之间 最低温在12度到19度之间 省内各地具体天气 我们来看天气预报 一桩血案 错终离局17年 全城通缉寻例 一段情感 生死纠葛两代人 我知道我是杀人犯的儿子 李右斌 李小冉 张峰义 十类系谱 连妹费线 每晚七点半 因法之明 长城多元30到18度 白城多元31到19度 松原晴29到19度 四平多元31到19度 辽园多元31到17度 吉林多元29到18度 通话小雨转多元29到17度 白山多元29到16度 沿急多元26到16度 长白山多元26到12度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欢迎您扫描 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新闻早报 参与互动话题讨论 迎娶集市生活频道 群城热恋 录制现场门罩等奖品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字幕志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